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将讨论为什么木工是一项值得学习的技能的许多原因。 对于那些可能不熟悉的人来说,木工是用木材创造各种产品的过程,包括家具、建筑和其他结构。 它涉及切割、塑形和连接木片以创造这些产品。 木匠使用各种工具和技术来测量、切割和塑造木材,他们还可能使用锯子、车床和钻床等机器来协助工作。 那么,为什么你应该考虑学习木工? 首先,木工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是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永恒的工艺。 第二,木工可以是非常有价值的。 它允许你利用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创造出广泛的功能性和装饰性物品。 此外,没有什么比完成一个木工项目所带来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更重要的了。 第三,木工可以是一种放松和治疗的活动。 它使你能够用你的双手工作,并看到你的努力的结果成型。 这是一种在漫长的一天之后放松身心或清除你的思想压力的好方法。 第四,木工可以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 熟练的木匠在各种行业中都有很高的需求,包括建筑、家具制造等等。 第五,木工可以是一个创造性的出口。 它允许你按照自己的要求设计和建造广泛的项目。 无论你是制作家具、建造书架,还是为你的家创造一个定制的作品,可能性都是无限的。 最后,木工可以成为你家中的一项宝贵技能。 它允许你自己进行维修和改进,有可能为你省钱。 此外,能够自己解决家庭项目是非常有力量的。 因此,如果你喜欢用你的双手工作,并对创造事物有兴趣,那么学习木工可能很适合你。 只要确保使用适当的安全预防措施,并在使用木材和工具时始终佩戴护具。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将在下一个视频中看到您。